今天要來講的就是 華航又出事了 華航素食餐大亂還大小眼 補老外全套商務餐 陸阿姨僅兩小菜一餐包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我們先看一下整件事情的經過 你們看東西就不能只看一點點 請問空服員工餐觀念是否有受過專業訓練 欸有的 所以我要來講解了 他說黃航不知道後台出了什麼問題 旅客訂了素食餐卻拿不到 給旁邊的一位大陸阿姨端了一個餐 就說你吃這兩個小菜我多給你一個餐包好嗎 不過前方訂素食餐的老外 卻收到一個完整的商務餐的素食餐 讓黃先生直批這是什麼待遇 在這邊呢我先簡單解釋一下好不好 基本上呢通常會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會 第一個你要先想喔 有可能這個外國人他本身是 鑽石卡沒有獲捕到商務艙 所以他做了經濟艙 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再來他可能先前在上機的時候 有特別去跟空姐再強調一下這件事情 這是第二個可能性 飛機上的餐只要關上機門 他不會再改變了 通常阿姊在上飛機的時候 catering來對的時候他就會跟他對餐了 所以有可能這位阿姨他可能沒有訂到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老實說你不要說滑航了 我怕黃先生以後都沒有飛機可以坐了 其實不只滑航的training可能是這樣 那我不是來自於滑航的 但是我們家公司呢也是這樣train的 空服員這邊講的餐包跟小菜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飛機上的餐點就這麼多 你知道很多時候我們還必須把我們的餐點讓出來 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但是我們自願 就是說好沒關係那我不吃 我把我自己的crew meal讓給乘客吃 那他說到兩個小菜是怎樣兩個小菜呢 你這邊看的這個是主菜 小菜就是前面的前菜 他只有前面的前菜 麵包跟甜點沒有entrée 他可能先給他這個東西 然後黃先生呢看完了之後就把他上寫下文章 你們問我這個空姐是不是大小眼 我只能跟你說這是正常的流程 因為他先說你先吃這個 我去後面再想辦法 為什麼一樣都是沒有拿到素食餐 但是前面這位外國乘客 跟旁邊的阿姨乘客拿到的東西是不一樣呢 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飛機上的餐就是這麼多 那就剛剛跟我講的一樣 或許這個外國人是 一開始他就是卡別級不同 這個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我問聊天師一句話 卡別級不同先給他 你們覺得O不OK 我覺得我們要先想的是這個 沒有沒有飛機上只會有一些overflow而已 因為這個問題他要牽扯到 第一個旅行社 你是不是旅行社幫忙訂的餐點 第二個catering 就是你上飛機了 然後廚房catering就會推車上來 幫你loading餐點這樣子 然後你要跟他對餐 第三個 姊姊在點餐的時候 他有沒有漏掉什麼東西 所以在飛機上我們也只能事後補救 我跟你講發生這種事情 第一件事情公司教你什麼 回去report馬上到後面 先做出你能解決的 先送上你能送上的 好不好意思 你先吃這個 我去後面看看還有什麼 馬上跑回去 阿姊阿姊出事了阿姊 阿姊就說沒關係怎麼樣怎麼樣 馬上又報告給老總 我們這邊少幾個特別餐 請問商務艙還有多的食物嗎 這時候老總就會開始跟商務艙這邊看 還有沒有多的什麼東西 我們到這邊大家都應該還可以理解 黃先生就為這個旁邊的大媽挺身而出 我真的不希望你們有這種差別待遇 空姐就覺得真的沒有 然後這個作戰場的反應是 旅行社那邊沒有處理好 請下次阿姨搭飛機之前 一定要再跟華航辦公室再聯繫一次 感覺好像都是阿姨的錯 怎麼會這樣 我們看到新聞看到這邊的時候 要先冷靜 我們要都看完 看完之後還要把東西再查詢一遍 我問你們通常出現這種這個問題的時候 要怎麼解決 我跟你們講解決的最好方法 尤其他們是素食餐 你知道你碰到一些其他更難的餐點 譬如說有這個糖尿病餐 更難的餐點它解決方法每一個都是不同的 素食餐通常我的前公司就會是一樣的流程 你先拿你可以的給那位客人 你讓他看看覺得有沒有問題 你再去找看有什麼東西可以補給他的 這是我們能做的 不是說華航空姐都是這樣 by the way 我不是華航的 我們只能做到這樣子 然後再來做後面看看 前面有沒有剩什麼東西 後面有沒有剩什麼東西 我們再把它組裝組裝組裝 然後再過去問你要不要吃 你至少讓客人覺得說你盡力了 因為你只是一個小小空姐 我怎麼知道是catering的問題 還是旅行社的問題 還是阿姊的問題 我怎麼知道誰的問題 但我能做到的就是盡我所能的 讓你覺得說ok你有關心我這樣的感覺 泡麵不是每一趟都有泡麵的 尤其是短程是沒泡麵的 泡麵只有長途飛機才會有 ok來 商務素食餐是長怎樣 我在這邊跟你們講 商務素食餐其實 那個entree都是一樣的 他不一樣的可能只是他的前菜而已 但是前菜有些東西也不是素食的 所以他不能吃 還有甜點可能是不一樣的 聽好囉 我們在當空服員的時候 我拿我這邊的舉例好了 一樣會出現這個問題 或是餐點不對或是餐不夠的時候 你再拿出一個經濟商的餐點 乘客會不買單啊 沒關係 我們拿經濟商的餐點 拿去商務艙 經濟商都是像這個紙盒嘛 我這種紙盒嘛 商務艙都是用盤子 陶瓷的東西裝嘛 把經濟商的餐點 放在商務艙的容器上面 再拿出去給他 跟他說 這是為你做好的商務艙的餐點喔 客人馬上開心 所以呢 有時候你認為的商務餐點 欸或許他只是經濟餐點唷 這招你們不知道了吧 一波七 來刷過去了解釋 這一個值得刷一波七吧 這個你們不知道了吧 那你問我說 其實在飛機上會不會大小眼 我跟你說 因人而異 你看 這一班飛機 喔這樣發生的這件事 全部人罵的是誰 罵華航 罵華航的所有空服員 但是不是所有空服員都這樣啊 阿姨後來就有被offer 沙拉跟水果嘛 這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為我跟你講 他們要等其他人確認完了 餐點都出完 確認完之後 他才能再把剩下的東西offer給你 你說大小眼會不會有 當然有阿 因為我跟你講啊 空服員這個東西是主觀的 你不要說你今天是外國人還怎樣 今天你的態度比較好 看起來很親切很有禮貌 我都有什麼花生米阿 從口袋裡面媽的掏出來 全部都給你 因為我就是喜歡你 我自己比較會怕的 外國人是還好 你前面叫他做一個新加坡人看看 你敢不敢代賣一秒 你看新加坡人跟馬來西亞人 香港人 甚至是台灣人 某些台灣人啊 你代賣一秒試試看 馬上被念到十萬八千里去 所以呢我覺得未必是 因為他是西洋人 才對他比較好 我想應該會有幾個前後順序的問題 基本上在上面呢 我們自己會可能有時候就 我比較喜歡他 他比較有禮貌很主觀 但是呢老總不會這樣 因為老總也怕麻煩 所以基本上都不太會這樣子的 於是很多人因為這一篇 開始罵這些空姐 身為華航的愛好者 看到你這個說法我也很生氣 謝謝你的仗義 這個很惡劣的重陽吧 就是差別待遇還不承認 我們現在看完了這篇報導 來 我們馬上轉到 除國搭飛機 不少人最期待的就是機上餐點 但如果不吃婚要吃素 也能提前選擇 如今有旅客巴文控訴 航空公司送餐 大小燕 等一下再給你們問問題 服務是截然不同的 一個是說我幫你想想看有什麼辦法 我可以協助你 那一個就是說 那不然我就只有這個兩個小菜跟一個麵包 那你看要怎麼辦 還是他用字不當 所以呢我們在training的時候用字也很重要 如果說欸你再吃兩個小菜再加一個麵包 O不OK 這就不行 你不能這樣講啊 你要說很抱歉 我目前只有這些東西 那你先吃這些東西 然後我去後面看看 還有沒有什麼可以讓你幫你準備的這樣 你多關心多關心再關心 好不好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講的 因為我們這邊也是一個問號嘛對不對 不知道怎麼講的 But let's see 黃先生 謝謝你 黃先生冷靜一點 不過有資深空服員出面還家 出勤前都會核對餐點數量 但有時候旅行社沒處理好 連自己都要捐餐幫忙應付 你看旅行社我告訴你 我在當空姐的時候 那旅行社已經不知道出了多少包了你知道嗎 很多時候真的是旅行社 他們可能沒有幫客人訂到餐 然後上飛機一關了門就是我們的問題嘛 還有旅行社會特別啦 我希望我的旅行社讓人家覺得是特別 我就跟旅行社說 不用吃那個一般的餐 你們可以自行點餐 結果他拿出來的 全部都是special meal 你知道嗎 什麼素食餐 糖尿病餐 減肥餐 水果餐 整架飛機 全部都是特別餐 尤其是我們飛那種很短的 快三個小時那種 兩個小時多 這個真的是 受不了了 最厲害是什麼 上飛機之後 開始換位置 我根本找不到他在哪裡啊 李先生 您的是水果餐 李先生在嗎 李先生 王小姐 王小姐 你的素食餐 王小姐 然後呢 我怎麼知道他長什麼樣啊 我就王小姐 王小姐 34B的王小姐 我過去媽的是一個男的啊 那怎麼辦呢 有沒有王小姐 旁邊舉手王小姐 就是你有訂特別餐嗎 他說我沒有耶 好像有吧 有的還給我假冒餐點 我有我有 結果他沒有 不是耶 冷靜一點耶 你的就是你的耶 所以呢 就會變成這樣啊 因為他 冒充他有點啊 然後他自己拿去吃啊 人家就沒吃到啊 那怎麼辦呢 蠻常發生的 旅行者的話 怎麼跟 旅客講說 有訂到什麼什麼餐 建議大家就是在 鄰近櫃台的時候 沒錯 解決方法就是 你去check in的時候 你馬上跟他說 跟他再三確認 所以你們要記得再三確認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這邊大家就學會了 好不好 空服員說餐不夠 組員餐也已經端給乘客吃 沒想到後來 做餐長多次教育婦人 出發前要先確認餐點 指引航空公司 是想要推卸責任 後來的這位乘客的話 應該是發生在於說 我們可能沒有任何 其他的餐點可以做調度了 應該是 就是因為我們真的 沒有其他餐點可以做調度了 但是呢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這邊的餐點就是 沒有辦法做調度了 那我再過去 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給您 那您先用這邊的餐點 不要餓到肚子了 回去開始想辦法 花生米的啊 什麼東西全部拿出來 該航班有六人 預訂特別餐 都有正常上餐 而未顯示 預訂特別餐的兩人 外機乘客是臨時千轉 未及時提供特別餐資訊 而中國婦人 則透過旅行社定位 第一次定位 所以有訂特別餐 但因為在期限內開票 需要重訂 但特別餐也沒訂 第一次有訂 透過旅行社啊 然後第一次 有訂 改過票第二次 就沒有訂到特別餐 加上外機乘客 較早通知空服員要速食餐 組員才捐出自己的餐 最後被乘客誤會 一般選餐要在登機前24小時 若透過旅行社定位 也要向旅行社再三確認 或在零櫃check in 時 定期也會確認有無訂 你們現在看到這些小菜 它是用這個陶瓷的 我們就把我們經濟餐的餐點 裝進去這個裡面 也會變成商務艙的特餐喔 音質感也是滿滿的唷 沒有黃先生是好人 沒錯黃先生好人 但是黃先生可能 就想幫忙嘛 我這邊是給黃先生大大的讚賞的 沒錯 重點是台灣的民眾們 在閱讀這邊新聞的時候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情緒 我等一下會告訴大家 其中一名旅客 是因為旅行社 沒在期限內完成開票 重新訂票後 沒有預訂特別餐 才會衍生誤會 另外一名外籍旅客 則是因為航班異常 臨時轉籤 其他... 喔 它是航班異常 臨時轉籤啦 喔 它不是鑽石卡或金卡 但是它是航班異常 臨時轉籤 臨時轉籤 臨時轉籤就譬如說 譬如說我從香港好了 我從香港飛到日本 那這個天氣很不好喔 哎呀哎呀哎呀 我可能就是飛到了台灣 我要在這邊先停或怎樣 然後再過幾小時之後 我再飛去就是日本 我的原班飛機 跟我要坐的飛機 已經是不一樣了 所以 我之前所預訂的東西 它不一定會在 所以你要double check 那臨時轉籤 基本上就是 它如果有事先去確認 就會提供它嘛 喔 來 喔 我們來看一下 華航素食餐特別待遇呢 爆烏龍 不得挪用 同等沒拿到素食餐的 只能提供速泡麵 喔 但是我不知道 他們有沒有速泡麵 因為我們短程機 在國泰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在這個航班上 為顯示 特別餐預訂的兩位旅客 空服員依兩位旅客的需求 以商務 倉的麵條 青菜 沙拉麵包 喔 等有限資源運用 喔 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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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吃的其實 是不是哪裡來的 只是鑽在那個盤子上面而已嘛 然後提供旅客能夠接收的餐點 盡量滿足旅客 確實 喔 像素食餐 我們碰到素食餐 我們就會 青菜從商務艙拿一點來 喔 水果 我們再從商務艙拿一點來 盡量滿足它 招污指差別待遇的 當班苦主空服員有發文還原事情經過 該位網紅戴著耳機 相信沒有參與診斷過程 中文呈現出來是斷章曲域 See that's what I say 所以我說會不會有誤會 因為我不知道他講話的用詞 是否是這樣說話 因為我會覺得 通常我們都不會這樣跟客人講 應該是像我那樣說 你先吃這個東西 那我去幫你找找看還有沒有什麼東西 就會是這樣講的 該空服員表示後來到廚房已經發現 沒有素食泡麵和組員素食可以調度了 喔 他們還有組員素食喔 我們是沒有組員素食的 然後他確認餐盤上的水果跟沙拉 都是素食之後 多夾兩個麵包給阿姨 沒錯 通常我們會這樣 如果我們有多的麵包 我們就會offer他 請他先用餐 若還有其他食物會送過來 來 這個是幾點上的新聞 11點26 我完全也沒有看過他 因為我已經在開台了 我是不是已經神預言 好了 也不能說我神預言啦 應該是說正常流程就是走那樣嘛 我們看到一則新聞喔 就不能先斷章取義 我們要多方去看 了解這新聞到底是真假 網紅說外國乘客拿到是 全部的商務倉素食餐 其實只是經濟餐盤上換個主食而已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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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did I tell you What did I tell you 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你以為你吃的是商務倉餐 Really 所以這空間很無奈啦 這個完全跟年齡性別沒有關係 然後他們已經很忙了 挑戰飢餓還要奉獻自己的餐點給客人 只能吃客人剩下的 忙了一整天才發現換班來是這個結果 聊天室為什麼我要跟你們這樣講呢 因為當這篇出來的時候 下面的罵聲非常多 謝謝你 欸又是網紅黃先生喔 我好餓啊 嗚嗚嗚嗚嗚喝喝喝喝喝喝 我沒有素食可以吃 不是 黃先生是不是出素食的 是另外一個人才吃素食 不是黃先生 我知道黃先生也是好意啦 但是有時候這個好意呢 是不是太衝動了一點 支持巨大飛機很舊 覺得自己人壓迫自己人 種種的下面一堆留言 大家可能真的都不搞清楚方向 如果今天你們是那位空姐 然後你已經很努力的做服務 然後事情也不是長那樣的話 請問你會有什麼感受 我從此之中都不相信這位空姐 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光看那個文章下來我覺得 中間一定是有誤會 不可能他做的都是流程上該做的事情 阿如果你們搭到我的話 搞不好我就是一拳在你的鼻梁上 你們怎麼知道 阿重點是跟大家講呢 如果你們都有吃特別餐的習慣 基本上希望你們如果是跟旅行車訂的話 真的要跟他確認再三確認 check in的時候 要登機前看到地勤麻煩再跟他確認一次 這樣子才會有保障喔 知道嗎 所以呢我們就解決問題吧 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好不好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大家以後看一篇新聞 麻煩再多去找一些文章 多去看一些東西 因為呢這個東西不一定是當時的情況 好不好這才是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有你看看 有示範的